很多人摸到脖子出現腫塊 會十分緊張 擔心是否得了癌症 實際上醫師會根據年齡 腫塊特性等因素 來判斷頸部腫塊的性質 而對於小孩或是年輕人 頸部腫塊多有感染 或腺填性病造引起 而伴隨著疼痛和發燒等症狀 多數屬於良性 那如果是腺填性的話 它存在的 大概就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概有數年以上 那如果是發炎性的話 大概都是幾天的時間 它會有紅腫 熱痛 這些相關發炎的一些症狀 跟不舒服 頸部腫瘤可分為 先天性疾病 發炎性疾病 良性腫瘤 惡性腫瘤四大類 排除甲狀腺疾病 成年人頸部腫塊中 有50%到80%為惡性 而惡性腫瘤中 有80%為遺轉性癌症 在門診接觸到頸部腫塊的病人師 我會先確認它的大小 位置 以及是否會疼痛 那接著在問診時 會詢問病人是否有相關的家族病史 或是病人本身有沒有 煙酒 檳榔這些習慣 其他相關的症狀包含耳悶耳鳴 鼻塞 血絲鼻涕 血絲痰 聲音沙啞 吞咽困難等等的 都會去詢問 腫塊大致上可以分為發炎性和墜生性 發炎性的頸部腫塊可能是把病原體找出來 針對病原做治療 多數都可以得到緩解 可能是良性的腫塊 會建議先觀察一段時間 如果腫塊在觀察期間沒有消失 或者明顯變小 還是需要進行切片檢查 以排除癌症 可能有時候要看這個腫塊它的位置 是不是會造成外觀上的改變 或者是會壓迫到我們頸部的血管 或者神經 或者是跟病人討論後 跟病人得到共識之後 做一個進一步的處理 現代醫學進步 細胞學檢查更加精準 可透過針刺抽取細胞來進行診斷 確定診斷後 醫師才能根據腫塊性質 安排適當的治療方式 法拉宣傳家庭綜合報導